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我在拍攝之前在Facebook群組裡 有些問題 結果反而非常熱烈 我們這次盡量解答 如果覺得駕駛不應 首先問問自己 你踩到駕駛是否像海綿 如果是的話 駕駛是有氣的 很軟的 但不是 我的駕駛踩下去 排除了虛位 就應該是頂緊的 我平時可以很線性地多車 現在我發覺不是 我再大力一點的車也不多 要很大力的車才停 找師傅看看 又有鼻翼皮 四個鼻翼碟油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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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 甚麼事都沒有 很多人在這時候想想 我的車不夠收 要換個大鼻翼 往往都是一個問題 就是你的鼻翼碟 表面上有些不乾淨的東西 有些油 因為那些收車的師傅 手襪或者手 往往有些油 他摸過你的碟 那些油 是狠狠地說兩三百度 才會揮發 但你又斯文 你平時開車的鼻翼 踩來踩去都是百多度 你一直都沒有辦法 可以把這些油 踩到揮發走 你就會有這樣的錯覺 以為車是不夠鼻翼 其實是甚麼事都沒有的 你去汽車零件店 買一枝brake cleaner 大約是50元左右 你就對著那些鼻翼碟 鼻翼皮的周邊 前前後後 噴到乾乾淨淨 包你甚麼事都沒有 如果你踩下去 覺得鼻翼是軟的 好像海綿一樣 代表鼻翼裡面有氣 如果有氣的話 你就要去找車房 幫你排氣 通常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就是你把鼻翼碟軟了 第二就是你觸動了ABS 那怎樣分呢 你觸動了ABS的話 你的彈腳 是會有聽到ABS做事 噹噹噹噹噹噹的聲音 如果把鼻翼碟軟了 就沒有聲音 只有彈腳 那就要換那隻 如果ABS無語無故響 我們就會懷疑一下 會不會是ABS的感應器 是髒了 或者其中有些感應器 需要更換 歐洲車的設計 鼻翼是一個比較軟的鼻翼 這個軟屬的鼻翼 可以令到摩擦係數提高 但是它的缺點 就是鼻翼 甚至連鼻翼碟 都是一起磨損得快些 但是換來是更加硬的煞車 還有更加靜的煞車 這個就是你駕得歐洲車 你自己的取捨 它生手是有兩個狀態的 一個就是被皮碰到的地方 即是轉的地方 是沒有那麼容易生手的 另外一些位置 就會快些生手 因為那些沒有摩擦 有摩擦的位置 你看到它磨轉了 表面積細 氧化也會慢一點 但是你放在這裡 三幾天或者洗一下車 碰到水 它也會生手 因為鑄鐵本身就會生手 大家不需要擔心 因為你下一次用車 你鑽兩鑽 面頭的氧化 就會被你鑽走了 這個真的要留意 這個真的要留意 洗車之前 或者你的車基本上 就是走到隔壁街就洗了 又或者你剛剛鑽完一轉 山路才去洗車 鑄鐵的溫度差異很大 如果你的鑄鐵溫度很高 你用很大量的水沖下去 鑄鐵真的可能會熬的 尤其是新車 因為新車鑄鐵鑄鑄的時候 有些耐應力 那些耐應力 是會隨著你用車的日子 慢慢慢慢 會釋放出來 但是你新的時候 應力大 再給它一個 所謂的 鑄鐵溫度 就真的 鑄鐵的機會 是會有的 所以一定要小心一點 那我下雨怎麼辦 難道新車 不可以下雨出街嗎 不是的 雨水 撇進來 那些水滴 那個量 遠遠比不上 你那條水盒衝下去 很多人以為 沒有被捕 我踩下去已經知道 其實不是的 如果你的鼻翼是四輪碟煞 那個鼻翼皮一直洩下去 腳是沒有感覺的 踩下去是一樣的 如果是鼓煞就不同 因為鼓煞 它雖然有一個 所謂的自動調整間隙的功能 但是這個自動調整間隙 始終要去到差不多 才會走一格 一格一格中間 就會出現間隙的疏物 的情況 而當它有間隙的時候 我們踩下去第一腳 它會感覺到間隙的深淺 間隙走光了 腳頂住 然後我們再踩 那個才是煞車的力 所以四輪碟煞的話 你真是不知道 那我們應該怎麼檢查呢 最正確的方法 就是拆車輪出來 看看一塊被皮 還有多少 有些懶的人 就在外面看 這個方法是不好的 因為浮動式的 有時會壞的 有時浮動會卡住 那麼我們的鎖 分泵在裏面 硬出來的 很多時候 就是裏面那塊被洩多了 外面看下去 還好像伸促促 但其實裏面已經是倒了 所以一定要拆車輪出來看 還有的就是 如果你的鎖皮 蝕得很厲害 你打開車頭蓋 看到鎖油 都會降了很多 很多人打開車頭蓋 看到我的鎖油低了 就倒了 倒了這個方法 倒了這個方法是錯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攝錄器 有一個感應器 當你的鎖油低到這樣 的時候 它會著燈告訴你 你沒有鎖皮的 但是當你低了 就倒了它 那你就誤導了自己 到真的沒有鎖皮的時候 你都不知道 當然鎖皮還有一個警告功能 就是它有一塊銅片在 當鎖皮蝕蝕蝕蝕蝕蝕蝕 那塊銅片 就會碰到鎖皮碟 你會聽到滋滋的聲音 也就是說 這個時候鎖皮蝕得很薄 但是不是每一個鎖皮 都有這個功能 有些有些沒有 所以最穩陣 都是拆車輪出來看 鎖皮蝕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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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蝕�蝕�蝕��� 所谓车的一阵 这个方法老实说 几十年前流行 今时今日你找人车碟 肯定比你买新碟的 所以在香港应该没什么人去光碟 至于你说 车碟 究竟是 可以走多久 其实我们就 应该是这样计算的 一只车碟 应该走多一套车皮 是每一辆车都不同的 有些车厂是用 比较软一点的车碟 它可以两套车碟 三套车碟 你这套车碟还是很漂亮的 所以你的车碟 是整个车最重要的安全系统 你检查的时候 你一定要找一些合格的车房 信得过的 一起看看究竟 是哪些零件需要更换 车碟油本身是一个很稳定的物质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跟水的亲和力是很强的 很容易吸水的 当车碟油里面 存在了2-3% 问题就来了 就是它原本很高的 燃焦点就会慢慢降低 因为水100度就滚了 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的车碟油一热 车碟油里面就会产生泪 那我就得不到车碟油了 所以车碟油的检查 其实就是检查它有没有水分 以前估计到的方法 用一些试纸 绿化鼓 看看它变成红色 现在的新一些设备 就是用一些电子仪器 一锁下去 你看它亮着红绿灯 看看里面的水分是否超标 其实简单来说 车碟油 3-4年就应该换掉它 最稳固 其实车碟油大小 取决于车碟油要做多少 车碟油要做多少 就取决于 车碟油的时候 车碟油的负荷有多重 头车车在静止状态的时候 其实车头都比车尾重 再车碟油的时候 重心转移 前面两个车 负荷更加重 所以是需要用大一点的车碟油 其实不一定是头车车的 只要你的车 车头重过车尾 或者你的车重心是高 你一踏车的时候 向前冲 重心转移是严重的话 你的头车碟油都应该是比尾车大 简单的初中物理 力量等于压力成面积 我们的车碟油的压力 经过了车碟油 你的脚力出来 就是这么多了 然后我们想要多大力 就是乘回面积 如果你的鲍鱼面积大 你的力量就大了 或者你把鲍鱼分开几个 砌到刚好 用尽了这里的面积 你出来的力量就大了 所以简单来说 鲍鱼越大 里面的铃铛越多 你的铃铛力量就会越大了 另外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一样这么大的鲍鱼 有些就放四个铃铛 有些就放六个铃铛 那谁会好一点呢 为什么要放六个铃铛 其实它就是想用尽了鲍鱼的空间 要来放 如果你四个大圆形 和六个小圆形 你看看剩下的那些没用的地方 是哪个多 六个小圆形肯定是用得尽一点的空间 所以就会得到 大一点的面积 和大一点的铃铛力量 我们讲讲铃铛衰竭 它是会气化的 如果那阵气 浪着铃铛皮和碟中间 就会造成一个没有鼻液的状态 浮起了 锅坑和转洞的功用都是一样的 就是为了把气排走 让铃铛去到接近衰竭的临界点的时候 都还可以顶多一阵 留意一点 它的好处就是 它能够顶到的温度很高 但是它亦都需要一个温度去工作 普通的铃铛皮 冻车和暖车的性能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一脚踩下去 铃铛就很好了 高城的刹车皮 它冻车的时候 其实摩擦系数往往都会差一点 它暖了之后 它的性能就会好 而且它温度在高的时候 它表现比普通的铃铛皮好很多 如果我们开车不是那么激进的 铃铛不是经常去到很高温的 那么我们用高性能的刹车皮 可能是适得其反的 如果有些朋友觉得自己的原厂铛皮 是不够收的 如果想升级 那我们建议应该是整套换 就是说大一点的鲍鱼 好一点的皮 还有好一点的碟 如果你说 只是换碟或者换皮 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如果用普通的皮 升级了一碟 我们在热失效的临界点的时候 因为那一碟 有了锣坑有了排气 是可以令到这个失效往后推迟 反过来 如果我不换碟 我只是换了一块性能高一点的皮 当我们去到工作温度的时候 那个摩擦系数是会高一点的 但是缺点就是 你这个碟是否必须受得住 那么高性能的皮 而磨换得快一点 所谓浮动碟的意思就是 brake碟和中间的部分 普通车是整个铸出来的 浮动碟就是把这两件东西分开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我可以中间的碟 我可以用一些轻一点的物料去做 比如用铝去做 还有整个铸钢有机会 因为受热在外面 里面是冻的 是有机会令到比喻碟 因为温度太高 而变形甚至会裂掉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尤其是一些物料 比如涂瓷比喻 中间太复杂的样子 就是做不到的 唯有就将它做一个简单的碟形 去双向中间的芯 还有好处就是浮动碟 它的碟和中间的部分 是属于一个弹性的接触 所以它被皮夹下去的时候 是更加快更加容易 去找到一个好的接触 所以反应会更加快一点 巴士扫 就是看谁开 如果我开就没事 因为我知道巴士 被拿的原理是什么 香港的双层巴士 大部分都是用 其实只有两种摩箱 不是ZF 就是WARWIF 这两种摩箱里面 都是一个液碍的减速器 巴士司机 他应该知道 这个液碍的减速器的存在 如果它适用的话 它轻轻倒下去 那些摩箱里面还没开始做事的时候 那些减速器首先会触动 你就会听到 嘘一声 车会均匀地减速 然后速度减到差不多 你再踩深一点 那四个摩箱里面就开始做事 令到你的车进一步减速 如果你善用这两级的减速设计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 很均匀很舒服的减速 而且摩箱里面也没那么容易热 大家不要再度用作 接下来 对 好 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